吉隆市第二十二屆全市里长的就职典礼 在新整建的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举行 新坑市长谢古良与刚出炉的议长佟子伟 共同为这些里长们祝福 期许大家携手努力 倾听李明的心声 非常开心在下午来到了我们 吉隆市全市的里长的就职典礼 那国良其实也是个大里长 我是吉隆市的里长 他们是个里的里长 所以未来我会尊重大家在地方上的一个建议 跟为李明服务的一个心态 我们好好来努力 那我也有特别跟民政处张处长谈到 未来一定要好好的跟里长配合 达成为李明服务 为市民服务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积极的来透过里长做更好的地方施政 我想每一个这个城市都一样 里长都是我们最基层的这个服务员 现在这个时代尤其里长特别的重要 那我们李明的大小事其实跟生活息息相关 那也跟我们市政府市议会息息相关 所以里长的意见我想新任的谢市长 还有我们议会都会非常的重视 那我们希望在这个既有的民意基础之下 我们继续努力然后来让我们的基础市政推展可以更好 到处走动一定是我未来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服务的方式 像明天一早我也要去搭9026 就是随时都用行动的方式了解到各地的角落 大家市民朋友的状态跟城市的状态 我觉得会比坐在办公室里面应该会有好很多的效果 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发当选证书及贺扁 给全市157位里长 强调未来将以走动式服务 了解地方的需求 谢国良也强调会请民政处长张渊祥 尽快安排分区分离的李林长座谈会 希望透过深入对谈 接地气的来解决民众的问题 记者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